大家好,我是阿鑫 这台中庚机已经买了六七年了 目前没有出现故障问题 也没有拿回去给厂商处理过 这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评讲是如何来保养中庚机的 如果中庚机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不会使用的时候 就需要保养 中庚机保养的部分 分成四个重点来说明 第一个是油的部分 这个部分叫油中 如果我们超过一两个月 不会再使用到中庚机 油中里面的油就要消耗干净 才不会阻塞油管 那我们可以先把里面大部分的油 倒出来倒干净 然后再启动中庚机 如果油中里面还有油的话 可以把油消耗完 等中庚机洗油的时候 表示油都没有了 这个油中里面 我们会发现已经没有油了 这样就是油已经用光了 这一台中庚机 它使用的汽油 是有加 1公升的汽油 加40cc的二行程机油 那这个是二行程的机油 加凑机油 会损坏 这个中庚机的寿命 也会损坏它的引擎 那每一种中庚机 使用的机油不同 我们一定要看说明书 阿兴老师 更换齿轮油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双庚机使用25小时之后呢 我们要换齿轮油 保护这个齿轮 那我们用 144号的齿轮油 这里有附带 装齿轮油的罐子 一次呢 就是 250cc 每一种厂牌更换齿轮油的时间不一样 必须看说明书来确认 要更换齿轮油呢 要把旧的油把它清掉 这个油呢 大概250cc 都滴完了 我们就再把这个锁起来 锁起来之后 再加新油下去 使用过的齿轮油要回收 不要乱倒 最好不要倒到土壤里面去 会危害土地 造成作物的损伤 我们用这个漏斗来倒齿轮油呢 比较好倒 不然呢 那个罐子的口比较小 大概倒250cc 250cc的齿轮油呢 我们加进去 阿星老师 中根筋的刀片要怎么拆下来呢 我们要拆刀片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 插销的弹簧 插销的弹簧在这里 我们用螺素起锁穿过去 把它搬上来 这个插销的弹簧就拿起来了 接下来是把这个 插销呢 推上来 我们把插销呢 搭起来 这样呢就可以把刀片呢 拿下来 那这样就拆卸完成 刀片很多泥土 我们要把它刷干净 我们在 温蛋树下时呢 第一个这个水可以 顺便浇水 浇这个恒蛋又 一几两个 所有的砂呢 我们都要清干净 这个洞呢 我们不要累积泥伤 这个洞我们也冲一冲 我们放在太阳底下呢 把它晒干 晒干之后 我们会上黄油 我们现在要把刀具 擦上 黄锈油 我们再把那个 灰尘擦一擦 灰尘擦完之后呢 我们要涂 黄锈油 我们用这个大块的布置布 第一个我们要插刀刃部分 第二部分 是螺丝的部分 第三部分 是这个洞的部分 这个洞呢 我们要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拉一拉 再来是擦销的部分 再来是擦销的部分 如果长期不使用的时候 如果长期不使用的时候 刀片要洗干净 抹上防锈油 不要让刀片氧化 轻死造成损坏 这样可以使用比较久 这样可以使用比较久 我们这个松子西座呢 泥土啊 也沖一沖 浸一沖 我们这个外观呢 擦一擦 刀片镯呢 刀片镯呢 我们要擦油 然后这个洞呢 我们穿过去 穿过去拉一拉 螺丝 阿星老师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丝袜包起来呢 这个是煮风气 也是空气的 滤镜器 我们可以拆下来呢 这里有海绵 轻一轻 不要有 脏东西污染 这样会影响 中根机的使用 然后呢 再挂回去 那这有一个勾勾呢 搬下来就可以了 两边都一样 然后我们在使用当中 要用这个湿袜 保护起来 让泥沙不会 跑进这个 空气里面 那会影响到我们的 引擎 然后如果破掉之后要换新的 这个地方是火星赛的部分 他故障的机力很低 通常我们这个地方不必特别保养 那如果所有的状况都没有问题 还是不能发动 很可能就是火星赛的问题 这个需要拿回给厂商呢 维护 这个中根机的火星赛呢 我们一段时间 可以用这个 旗子呢 把它 转起来 使用完 或者使用前 我们可以清一清 用刷子清一清 这里不要累积 灰尘 这样点火会比较 顺畅 那他要更换的时间呢 非常久 不会随时要更换 等完全都不能发动的时候 我们再更换 那平常 刷一刷就可以了 启动的时候 这个叫做煮风器 我们要搬上来 拉5下 不会发动的时候 就要停下来 不要一直拉 要启动的时候 我们加一点点油 这样比较容易启动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阿兴老师 我们松土的时候 刀片好像会被炒根卡住 要怎么做呢 羹挤烫之后 我们要熄火 然后把这个 炒根 这个 把它清一清 这样羹地起来会更省力 你会看到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 炒根 我们要清干净 记得一定要熄火 不熄火 转动当中这个不能清 很危险 刀片卡很多草的时候 会转不太动 而且比较浪费油 所以要清煮之后 再继续松土 才会发费中根基的效率 那我们下一集见 唏 Flu 对 诶 definitions